情理站 時間交給資深記者彭慧雲 以哈交戰到目前為止超過三個月 那在人質營救方面 可以看到除了之前的停火換球協議 其實以色列這一頭是沒有什麼進展的 那麼現在更出現了一個很弔詭的事情 是這個1月初的時候 以色列的這一方 他才證實一名人質的死訊 但是現在哈馬斯卻說這個人還活著 而可以影片中就可以看到 這名是被扣押在加薩的異國農民 他用英文跟希伯來文 說了說希望外界還是可以 極力的來營救他們 他真的很想念他的家人 但問題是就像我們剛剛說過的 以色列這一方 也就是這名男子之前居住的 南部的屯肯區 曾經有宣布他已經死亡 而家屬還說 希望媒體都不要來播放這段影片 對此以色列是怎麼解釋的呢 他們認為這個是哈馬斯在打心理戰 會持續對加薩來發動攻擊 他們認為說還是會持續達到原本設定的 三大的戰略目標 包含殲滅哈馬斯讓人之禍事 同時也讓巴勒斯坦飛地不再受到威脅 繼續關注的就是乙軍 斬斷了哈馬斯的彈藥補給線 這回控制的是加薩中部 破壞了哈馬斯的大型兵工廠 而且發現了射程可達100公里的長程火箭炮 乙軍士兵在裝甲坦克上不斷朝哈馬斯開槍 乙軍的作戰重心轉往加薩中南部 CN採訪團隊隨乙軍進入到加薩中後 秀出哈馬斯防美軍炮彈製作的榴彈炮 而旁邊還有專門製作長程火箭彈的地方 乙軍再次舉證炮轟哈馬斯用民防掩護地下軍火庫 但是外媒也問得直接 開戰至今加薩死傷中七成都是婦女和孩童 加薩人民何其無辜 而這樣的殘酷戰火還在持續 靠近拉法關口的避難區 連運麵粉的車都遭到以色列無情空襲 攻擊不斷 加薩中部最大型的阿克薩醫院病患爆量 卻因為屡次遭到空襲波及 兩大非政府醫療組織被迫撤出 全院只剩五位醫師 醫院不開負荷 急診室只剩床架 最基礎的藥品備品全部用光 對戰爭的恐懼陰影早已深深烙印 到底戰火要持續到何時 以色列官員首度給出暗示 以軍表示在北加薩已經重創 哈馬斯的反擊和組織能力 這有可能代表著作戰即將趨緩 但是就擔心下個危機正在醞釀中 以色列證實在1月8號一場對黎巴嫩的空襲中 擊斃了一名真主黨的高階指揮官 而且最新空襲又擊斃三名真主黨成員 這讓人在中東出訪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使蠟燭多頭燒 布林肯這次任務重大形成滿檔 要到阿聯大公國卡達 約旦 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還有土耳其 首要任務就是說服 以色列在加薩和黎巴嫩的密集空襲 都必須要有所緩和 但是分析師並不看好主因是以色列政府內部強硬派的主戰聲音還是強烈 而且對加薩未來也沒有共識 就擔心美國主導的外交努力淪為一場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就要解析以軍的戰術了 像真主黨施壓會帶來哪些衝擊 再把時間交給惠雲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現在有可能 以色列在對南部加薩地區的戰事 可能有可以稍微緩和的跡象 但大家擔心會不會是以色列跟北部黎巴嫩交界地區的衝突 可能會進一步的擴大 因為之前以色列這證實他們在一場1月8號的空襲當中 擊斃了一名黎巴嫩真主黨的高階指揮官 這名指揮官的名字叫做塔威爾 那麼真主黨已經證實了他的死訊 說他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死亡 而這樣子的說法通常是說真主黨用於被以色列襲擊戰士喪命的成員的時候 他們會這樣說的 那這個以色列所發動的空襲事實上是瞄準了這個塔威爾的坐車 所以發動空襲將他給擊斃 而從10月7號到目前為止 都可以看到以離邊界的衝突是不斷的在加劇 尤其在這個高階的指揮官身亡之後 其實在隔一天又有三名的真主黨成員疑似喪命在以色列空襲當中 所以現在外界就擔心說這裡可能會爆發更廣泛的區域戰爭 而以色列參謀長他的說法還是非常的強硬 他說他們決心要向真主黨施壓 若達不到目標他們會準備開始另一場的戰爭 另外要請教惠雲的是否美國對這件事情也沒有辦法 無法阻擋以色列擴大區域衝突 因為真主黨的高層遇害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那個時候其實正在訪問中東 輝雲 現在外界都擔心有可能以色列和黎巴嫩這邊會是另一個戰線 那麼就有港媒分析說以色列在這個時候 他們承認他們擊斃了真主黨的指揮官 難道是給人正在中東出訪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難看嗎 因為他們認為說尤其布林肯此行任務就是要降低衝突 但是以色列這邊卻不斷的對真主黨發動攻擊 那根據港媒分析的觀點 他們認為說其實過去在這邊就是有很多的 小小的零星衝突發生 但有點像是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間的默契 只要沒有再升級的話通常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真主黨他們一樣是襲擊過去的邊境地帶 但是認為說以色列這邊有想要擴大戰勢的可能 甚至在邊界撤離了10萬居民 當時就說要清出一個清空的緩衝區 就是避免戰爭擴大可能殃及無辜 他們認為說真主黨的態度是不願意局勢升級的 但是以色列這邊卻是連越攻擊 三個月到現在了都沒有手軟的跡象 那如果說為什麼以色列要堅持挑釁的話 內部可能三個原因 包含說有一派是主戰派強硬的 他們認為說乾脆在趁打哈馬斯之餘 一起解決在黎巴嫩的真主黨 一次解決掉對以色列的威脅 再來就是現在以軍他們認為在北加薩 對哈馬斯的心腳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這邊可能有點餘裕 可以把多餘的軍力調往到以色列的北部 現在看起來的話只有真主黨或是伊朗退卻 可以制止以色列的行動 好 以上是來自於港媒的分析 那麼其他關於以巴的新聞 還有重大的國際新聞 也歡迎掃描下載我們的TVBS新聞APP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